为什么欧文的投篮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对手致命一击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投篮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先从收球位置来看 他的收球点比较高位于腰部以上 这点和克莱汤姆森有点像 再看他的起球轨迹 并不像大部分球员那样从中间起球 而是从身体偏左侧起球 我们重点来看他的出球点 大脚逼的角度并不是90度 而是接近45度 所以他的出球点只在他的鼻子高度 并且辅助手的位置也会稍微靠上一些 这样的投篮好处是更有利于投篮发力 就像你用拳头打人一样 大臂和小臂的角度越小 发力就越充分 如果你也有投篮射程偏短的问题 那我建议你学习一下欧文的这种低出手的投篮手型